哈囉我是單權將 你們有沒有打掃外掃區的經驗 今天的影片要來講各種外掃區 還有我高中的經驗 痾...為什麼講高中的經驗 是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打掃都直接落跑 根本就沒有經驗 那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行政區域 每間學校都有一個最可怕的區域 那裡有各位主任級的高官 在那邊打掃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群被處罰的人 就算是在總務處前面 也不免要見到 早上來打卡上班的師長們 別再多了啦 看那個誰來了 阿龍老師 阿龍老師 你不覺得來掃行政區域很值得嗎 高難 只可惜那時候我們沒有被排到行政區掃地 所以沒有經驗可以分享 公共區域 說到公共區域 我最討厭的就是樓梯間 除了那個高度差 它掃起來很麻煩以外 因為那邊很隱蔽 所以會有一群人丟垃圾 丟的還是這種飲料鋁箔包 老師我們憑什麼幫他們處理垃圾啊 後來親愛的班長就把我調走了 但是換別人受苦 真的有很多工作是很辛苦的 比如說掃廁所 這是友善的廁所 這是不友善的廁所 我真的是很懷疑 有些人大便就大便 幹嘛把一個屎狗在牆壁上 另外就是打掃廁所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有人進來上廁所 除了我以外 就是友善的這種奶奶 雖然說好心的學妹會讓我進去 但是他們在外面打掃 我會不好意思 所以這邊有個溫馨小提醒 盡量提醒去上廁所啦 還有保持垃圾桶整潔好不好 偏遠地區 我們學校衣山傍水 環境優美 尤其我們科靠後山 過得好不愜意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外掃區 更是野餐聖地 就進了火車休又遲到 火車排了 你的公車又跑掉了喔 欸等一下你怎麼會有卡拉雞三明治啊 那現在早餐店買的啊 你幹嘛學我 另外就是有時候玩自習 睡著了 沒看到書 可是找自習就要考試了 外掃區就成為了很好的看書 波車快飛 火車你公車要跑掉了喔 快點看不然人要考試咧 完了打鐘了沒看完 留在這邊拖一點時間 你們怎麼那麼玩 順便拖時間 喔你怎麼那麼了解我們 老師因為今天外掃區 有狗身體裡面出來的東西啦 蛤怎麼是有狗被咬死呢 從屁股出來的 喔好啦你們趕快回去那位子上考試吧 順帶一提這個理由成立是因為 我們學校是山上 有非常多的野狗 我不是野狗 有的時候我還會直接不去打掃 等一下你為什麼不去打掃 因為沒有掃把了 沒有掃把咧不知道去申請 中屋鼓掌是誰啊 中屋鼓掌就是我 最後要講的是 算行政區嗎 也算公共區的 辦公室 在辦公室打掃 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看著你 不過啊 之前有一個在辦公室打掃的同學 他總是能帶回來一些獨家消息 老師說他們只會去火鍋店聚餐欸 這讓我也很想要去打探情報 加上那時候我運腦 阿龍老師在辦公室嗎 對啊你應該可以看到他 這讓我起了想要去辦公室打掃的念頭 當前這樣呢 是阿龍老師 我還故意轟到班老面前 單犬醬怎麼會看到你不打掃 呃呃 我要調整一下你們的打掃工作 單犬醬你再不打掃啊 過來辦公室掃地我看著你掃 跟Pose要換 好欸 在辦公室打掃的日子呢 我非常認真 你可以換個地方掃嗎 我很認真 我很認真 好好 那時候高三了我們要盲考試 你覺得應該在這種時候增加作業量嗎 對啊我的考慮 不如直接問學生吧 單犬醬你覺得應該出這個作業嗎 可是要考試了我想要好好唸書 眼下之意就是不想做作業的部分 我還會掃到老師的共用電腦桌 阿龍老師 他有點鄙視的看著我 拉過來啊 嗚~~ 在此同時可憐的周靖和被派去掃樓梯 好多垃圾 欸活車你今天有帶到公車喔 嗚~~ 今天分享的部分就到這邊 我不知道啊 因為每一間學校都不一樣 不知道能不能跟你們產生共鳴 那如果你們有不一樣的經驗 也可以打在留言區讓我知道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拜託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想聽更多我的原創奇怪故事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